高盛集团前银行家黄宗华引渡回国已经第三天了 警方目前援引失信罪名和反洗黑钱法令 调查他如何出售一马公司子公司 价值65亿美元的证券票据和债券 同时要探问出一马案再逃嫌犯刘特佐的行踪 不过警队一哥丹西里拉扎鲁丁 还是拒绝透露黄宗华的所在地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他没有像在美国那样佩戴电子监控器 高盛集团前银行家黄宗华上个星期日顺利引渡回国 警方昨天扣留这名51岁男子 今天开始展开针讯工作 专注追回一马公司在海外更多资产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拉扎鲁丁透露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409失信条文 以及2001年反洗黑钱反恐融资 及非法活动收益法令第四之一条文调查黄宗华 而调查方向是 他如何出售一马公司子公司 价值65亿美元的证券票据和债券 从中捞到多少用金入贷 从而追索一马资产 其中包括现金存款房车和房地产 与此同时警方也没有错过 探问一马案关键人物刘特佐下落的机会 不过黄宗华目前被扣留在哪里 警方以保障他的人身安全为理由 至今依旧三间其口 警方也没有如美国当职 让他佩戴电子监控器 另外警队一哥也透露 针对一马公司前法律顾问 卢爱玄的调查工作已经结束 调查报告也已经呈给总检察署 目前等待当局研判 要不要提控卢爱玄 无级阿曼商业罪案调查部 同时也在设法追索 价值超过九千万令吉的 一马公司相关资产